也是民眾黨的消息 民眾黨主席國文天 讓人驚訝說 黨用選舉的補助款 買最萬大樓 引起很大的政治方向 當來就聲音 要求國文天是黨主席來集會 他要說修草變雜草 當時也好 這個一樣是民眾黨籍 現在在做台東市市政國文的副佩儒 會任黨籍副頭改革 但是副佩儒強調說 當初立委選擇就是要決定繼續 在留在台中沈堅定 他現在不能為背對選民的成功 民眾黨的主席國文天 將部分選舉的補助款 拿去買上班 當作他個前的辦公室 當來煩惱 只剩民眾黨的稀草 感冥變雜草 有人好友國文天 應該要留待機會 黨黨的市政國文副佩儒化工 希望國界給國文天 等保時間 他持掉主席 並不是一個好的事件 但是想辦法要讓這個風波止血 這件事情 如何止血 我想我們應該要群策群力 今天這陣子 插筆組參加台中沈堅区安慶宮的報道電台 他先點營跟王母娘娘做一百幾乎 早就要跟台方人數在開港 看起來這麼輕鬆 不過一向檢基就正論這部探掛樓了 三年半月的時候就三百掛條高通費 慈喻做人數匯用 後選人不可能知道每一件事情 那但是我還是會去了解 因為這個都有原始的 原始的這些資料在 所以應該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民眾黨面對到經濟風暴 有人希望叉白族会建党用的东西 刷民众党改建 严格叉白族公导 他会反悔留在台中继续经营 抵抗的行动 叉白族经纬 社会国家对民众党压守旗台 民众党也听社会建议 相关的情意 相信内部讨论有结果了后会对我 说清楚